Hello 大家好 我是Nikles A 欢迎收看我们的狂想房线上看房 那很多人都说新加坡跟新山 就好像香港跟深圳这样子的模式 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 马来西亚最南端的这个城市新山 那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属于福利公主 就跟大家来一起讲解 分享一下到底有什么共同类似的地方 那说一说一下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是在 Lofo新山 马来西亚的公主湾这个项目 就是也是最南端的这个项目 那这个地理位置 那你现在看到我们的对岸 就是我们的新加坡 很靠近对不对 而且你看到这条桥 就是通马来西亚跟新山 新山跟新加坡就是每天通往 而且高达据说有40万人 每天这样子的进出 也算是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 关卡之一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桥上的 已经堵满的车 那其中通关的方式 可能海外有一些朋友 那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有包括说 可以乘搭巴士 或者是开车 甚至每一天有接近过万辆的摩托 都开进去 还有包括可以乘搭火车 甚至在超级高峰期的时候 有些人甚至走路通关的 因为它的距离只是 大概是一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但是你这一公里 超级高峰期的时候 是可以堵塞到很恐怖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全世界其中最繁忙的关卡之一 那说到这个就是跟香港跟深圳的模式很类似对 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已经持续了这么十几二十年 但是到最近这两年新山才这么火爆呢 当然有很多因素 比如说对货力 还有包括一些政治因素 那其中最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 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新楼 也是算是南马第一个首座的跨境跨国的RTS 从乌仁罗新加坡直通到我们新山的这个站 那这个站也预计据官方报导 大概是2026年12月31号将会通车 那现在目前的工程呢 已经高达到65%这样子了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越来越有信心 当然有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 因为之前都听说了很久要起了 但是现在真的起了 那也因为这个东西通关了后 大家看到以后的潜能 这个就跟香港深圳越来越相似的地方 因为据说这个通关后呢 大概每一天的撑搭量 每一个小时大概可能再可以上万人 所以它会大大的减暖到整个我们的这边交通 阻塞的这个状况 那这个东西也会帮到整个两国之间 特别是那个新加坡人 你知道杜华尼拉现在的马币一对三 3.5 那很多新加坡或者在新加坡做工作的人 他就会来到新山这边来消费 为什么呢 因为太便宜了 而且加上这个交通便利的话 也就是说你可以直接从这个站 包括新山直接进到新加坡 是一站双通的 就不像是我们乘搭巴士 还要上下车这样子 会更方便 而且缩短那个时间 而且这个地铁站呢 可以直接通往到我们新山 新加坡的市中心 比如说五节路 甚至到新加坡的机场 所以到时以后会更方便 特别是一些海外人 可以进到新加坡 然后再来到了我们新山这样子 那这一个东西呢 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 那现在已经工程65%进度了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讲这个RTS以外 我们也是会今天也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这一个项目 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呢 我们会分为两个部分来讲解 今天主要是讲解关于户外的部分 那下一期呢 我们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整个楼盘里面内部的部分了 那说到这个楼盘的话呢 这个呢也是被列入为我们马来西亚 如果说你们有看到 我们的一些报道的话呢 最近很多新加坡人啊 新山马来西亚的朋友 都搬回来这边居住 那搜索量来说 在网上的话 这个楼盘算是属于No.1的 为什么是No.1 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当然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 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啊 非常的靠近新加坡 而且呢 它整个它这个项目呢 是一共有113个永久产权 在我们新山一个非常地理 优质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而且也算是我们新山市中心 最大的一个综合项目了 那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第二期也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二期的这个项目的 即将完工 即将交楼的一个楼盘 那先说一说 我们现在刚刚从一路这样走来的 这一个地方 那这个也是我们整个社区的里面呢 是高特已经会建立 这个1.8公里的这个人行步道间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吗 我现在在这边一边走的时候 哇 看看这海景催催下风 特别是今天天气很好 而且这边的话 你也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边有CCTV 所以你在这边走路的话 也比较放心 也算是比较安全这样子 而且整个环境打造的非常舒服 你可以看到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二期楼盘的项目了 看到吗 整个项目 已经可以说几乎是即将交房了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现场 实地看一看 来 我们看一下整个 新山市中心 因为已经是老城区了 所以你看到它规划 比较难再去做一些大调整 这样子 可是这一个整个地区都是新的地区 所以你看包括它的整个道路和周围环境的话 都做得非常好 看到吗 整个道路非常的宽敞 那说到这一个整个项目来说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底楼 整个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是面对海的 面对海的这一个商业店铺 这边大概有一层楼 而且它是有一个 Mazzenite for两层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店铺也是有卖的 就是到时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些咖啡馆 或者是一些餐厅 海天楼 到时入住的话 你可以一边在这边点一些咖啡 看一下海景 哇 感觉超棒的 那整个商业店铺 是从这边直接围绕去 它是一个U-shape到这边 然后在围绕后面 面对地区的 大概预计有62间商业店铺 那这边看起来有点斜斜 感觉到好像香港的兰桂方 对不对 到时可以一些在这边喝酒 超棒的 OK 来 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一下 那刚刚说到这边的话 它是属于商业店铺 有Mazzenite for 所以里边你可以看到有这个楼梯 可以走上去二楼这边的 OK 来 我们现在在这边 这边继续往前走一下 那你看到上面这边 前面这边大概有六层这样子的 五层 是属于算是一些海景 海景的小型的户型单位 这样子 然后再往上去 第七层这样子的话 是我们这边的楼上 整个这个社区的楼上的一个设施层 然后我们也是有播放一些画面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设施层 包括像游泳池 健身房 而且这一个也是我第一次看到 哇 你看到整个的感觉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这个所有的设施都是给予这边的居民去用的 然后 我们现在另外看一下这些因为它有很多可以算是有一个可以算说这边有四个小洞区就是B1B2B3还有B3A四个小洞区 这样子那每一个小洞区呢 我觉得还挺贴心的而且这边呢也是有做一些小小小小小的这样子 所以如果下雨天的话你把车停在这边把人放在这边都不会零到义 所以我觉得整体这边的设计的话还挺不错的 那也有保安在这边啊 就是管管啊 所以治安方面保安方面也算是挺不错的 来我们一边走来这边跟大家讲解哈 那如果还没有follow我们的facebook或者youtube的话呢 可以赶快去按赞一下哈 那我们定期呢也会分享一些这边的啊 星山楼盘的一些资讯这样子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我们有一个群组哈 有whatsapp跟微信的 你可以联系我们点赞啊 跟我们就是说加入我们这个群组了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把一些啊 啊资讯跟你们分享这样子 ok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楼盘的话呢 那这边的楼盘楼上单位哈 哇这个啊 太太太厉害了 整个单位这二期的项目呢 大概有3000多间 那现在目前仅剩下非常限量少数的两房户型 还有跟四房户型了哈 但是也是剩下不多了 所以以后你看到啊之后的话 接下来你可能会看到第三期 或者以后的第四期第五期的推出这样子 那可能 嗯接下来今年有可能年底还是怎么样可能会推出第三期的楼盘 就在隔壁的后面这样子而已了哈 当然如果说第二期的他的地理位是是比较面向海景的 所以你看到吗 如果在这边开一个咖啡馆 就是啊 就是啊 或者是咖啡的话 哇 感觉在这边 so nice ok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这边对面的话就是我们这一边走在1.8公里的这个人行步道街 那我们现在要往前走的话呢 我们去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滨海商业街又是怎么样哈 好 来 let's go 算是我们南马区的第一个的地标哈 首座南马的歌剧院就是这个 当当我们的Opera House 来我们现在带大家当然不是进去里面看了 我们再近距离一点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吗 我这样子就算走路出来 哇 那个感觉就是一边这样走一边看着 哎 走一下下 我们就到了前面这一边了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吃东西的话呢 你走路下楼这一边就有一些滨海商业街 那滨海商业街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去看 当然目前呢 可能一些只有几家店哈 那我相信陆续的随着二期的入住率也来提高的话呢 那应该会有更多的商家 特别是楼下这边如果假设62间店都是开满了商店的话 哇 这边肯定很热闹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来到了滨海商业街这个地方呢 首先第一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就是我们的算是酒吧这样子了 那在这边喝酒啊 那跟人家去一下晚上 来一个happy hour 你看整个感觉的气氛很棒 然后我们再往前看一下的话呢 这个也是特别是喜欢吃火锅的朋友 吃烧稿的朋友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前面 来我们镜头再往前面看一下 这个整个一进来的感觉 我就觉得我好像不在马来西亚新山的感觉 你看到吗 酒吧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蜀国印象 这一家算是属于中高端的火锅料理了 然后它的前面 如果你要吃烧烤的话 来我们这边镜头看一下 晚上这边还可以吃一些烧烤串串 这样子看着海景的了 在新山很少像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 这个吃东西餐厅这样子了 来我们除了这些呢 我前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边算是一个小型 就是广算是广场嘛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边走动这样子了 那再往前走的话 还有另外一些餐厅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看 哇 不知不觉呢 我觉得我们已经走到了 来到这个靠近我们的新楼大桥 新楼大桥的这边旁边而已的了 来我们现在镜头可以绕一圈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整个的周围环境没有 看到吗 哇 这五粒钻石呢 待会就是我们这边南马的地区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 Sofia的割剧院在这边 总共可以容纳500个人 据说那时候开幕的时候 香港那个艺人叫李克勤 也是来这边过了 定期呢 这边也不时搞一些活动 割剧院这样子了 就搞一些不同的活动在这边 影响一流 那后面呢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二气的楼盘项目了 OK so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展厅 那我们再往前走的话呢 这一家你看到是我们的 越南烧烤 越南烧烤旁边呢 你看到里面就是我们当地 新山有好多家的连锁 这个beer house 就是吃德国驻守这些 还有也是喝酒的地方 它的隔壁呢 也是rock店 当然现在这个时候呢 还很早 所以这些店还没开 主要这边是对一些 晚上想要找一个 Cheers的地方 可以来这边享受 Cheers一下 那我们左手边 你可以往看一下 左手边就是我们的这个码头 游艇码头 这样子 如果有一些朋友呢 有玩游艇 或者有自己的私人游艇的话 想停放的话 这边有这个游艇码头 给大家停放游艇 那记得有时间 可以叫我过来 坐下你的游艇吧 那我们继续往这边看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晚上的时候有这个越南的烧烤 所以有越南烧烤 有火锅料理 还有酒吧 那这边呢 还有算是吃一些西餐 也是喝酒的地方 它出名的 出名的吃就是那个 德国之手啊 北那个应该是 然后隔壁呢 也是一家算是中高端的 这个日本的高级餐厅 知识啦 知识高级餐厅 OK好 晚上这边还挺热闹的 不信你自己来看 那这个就是若苦 若苦很高级的知识餐厅 OK 目前呢 暂时给大家就看到这样子了 当然 其他更多的详情呢 关于这个项目的话 你可以点击一下 或者是跟我们安排 也了解更多 这样子了 那想看房的朋友呢 也是可以按下以下的联系 或者加我们的微信 那我们再跟你进一步 详细了解一下 这样子了 OK so今天的分享是这样子 那下一期呢 我们将会跟大家讲一下 里面整个项目的 包括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样板房 还有交房标准是怎么样的 交包括也会跟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很多人会买这个项目 或者甚至买新山的一些 其他项目这样子了 OK 所以我们的经历分享 就到此为止了 OK 好 记得follow我们Facebook YouTube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